每个人在自己十五六岁的时候 世界观就基本形成了 很多事情不是三下两下 你就能改变和影响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和选择 这是形成固有以来的一种思维模式 今天他敢于到非女莫属来应聘 说明他做好了这种想要改变的决心 但是决心之下 还要有实际行为作为支撑 那么他的实际行为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你就留灯 没看到你就灭灯 第一轮选择去或留 还有一盏灯 天生围有台 一手红析飘飘 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也希望我们的祖国呢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谢谢今天各位的老师的点评 谢谢 那是从旭上彩下的红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 在他唱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身上看到了这种真正投入的热爱祖国的歌唱祖国这种情怀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非常打动我的 我觉得我很想为这样的年轻人给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够把他这个热情然后发挥出来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想你更重要 唱得不错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公司的员工奖以彩票的形式发放 结果你中了头奖 这个时候公司要求评分奖金 你会如何处理 这么说吧 我中了头奖 我要得正准备从这公司走 我肯定说不分 拿着头奖我就撤了 我也特别喜欢这公司 喜欢这行业 喜欢这老板 分了就分了 如果那个数额特别大呢 比如说你年薪才十万 但是呢这个是两百万 你怎么办 和谁都得纠结 不过我觉得他的回答呀 倒是挺符合你的个性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台上说 你没有职业规划呀什么的 其实我反而不这样看 我只是觉得 你可能生存压力不那么大 但是你有想改变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我来问一下 我觉得反而这个挺好 问一下这哥们 有啥好纠结的 以法律上来说 这就是我的 分不分我说了算 我不分并不代表 我怎么对不起大家 我不道义 这是我的权利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不是这个公司议员 我也中不了这头奖 如果他知道这是头奖 那我给你吗 千金散俊还付来 二百万分也就分了 没事 知道吧 行 大方 因为在历史上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 我也损失过 好多钱吗 不是 这个就没 不怕再 这没事 那我终于找到 你这个创业 一直失败的原因了 就是礼和面你不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